好嘛 欢迎这段阶段性加入的来宾 首先介绍的是风雪老师 令建议老师 大家好 再来介绍的是风雪老师 江伯乐先生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清明时节雨纷纷扫墓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小心自己的安全 对 没错 那么事实上呢 因为清明节容易下雨啊 可是你给扫帮的学生除了自己祖先的时候 对不起 随问公墓也好 还是灵固台也好 还有很多别人的祖先啊 那更何况说在除了别人的祖先之外 还有一些没有人祭拜的孤痕野鬼 会距离在比较阴的地方嘛 所以要特别小心这个所谓的回头共煞 那么回头共煞就是自保的 在我们民俗里面一种自保 一定要了解的状况 当然你信不信有你自己本身了 那有一些社会案件里面呢 确实有一些比较难以理解的事情 比如说彰化 有一个黄姓男子啊 他搭三班 都从那个儿子女儿加起来啊 总共生了15位 那么在2006年的时候呢 他要买周杵 买买周杵 结果呢 他的这个大女儿 那个建议她说啊 听说吗 你如果买买周杵 先给我们周生的这个 新鸡白亚把它收掉 我不知道为什么 等一下请老师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习惯 我们没有这个等于说 而且你若不缺钱 不要卖起家床啊 对没有错 因为起家床就是 因为他事实上也蛮赚钱的嘛 你起家床应该把它留着 老家留着这样子 那像现在顶多就是把那个 新鸡白亚改成那个磕的啦 你知道吗 还是留着 但他就把它烧掉 天啊 就没想到烧掉了以后 当天发生了一件事情 为什么呢 他们就在高速公路上面 发生了车祸 而这个卖掉 起给组了这个黄姓男子 跟他的看护 很不幸在这个车祸里面 就生亡了 然后这个大女儿呢 有重伤 其他十几个女儿 就非常的生气 非常的生气了 以后呢 那么也因为 爸爸这个去世了以后 这个又是争产 台湾哦 只要有钱人 或家里这个等于说 比较有个房子 还是很多钱的 就会开始争了 你知道吗 爸爸还在都不会 等到爸爸过世 就开始争了 争了以后就收购 十几个购一个就对了 然后后来购贏 不过呢 事实上呢 包括这个钱 包括这个等于说 这个如何分配 并没有想 没有像其他十几个 想的那么多啦 但是因为这样 而撕破裂 那到底跟回头共杀 有没有关系 2003年的时候 当时发生的时候 我还在这个报社当主管啊 这个新闻我就觉得纳闷 为什么呢 他这个灵性男子 在脑部到戏子去 要扫墓 在停车场 停车停好以后 两分钟 真的就两分钟 一回头妈妈不见了 各位你要知道一件事 那个停车的地方 对不对 如果是非常的隐蔽 还是说树林啊 扫墓啊 那很难 那就算了 那个停车场是开阔空间 然后呢 两分钟停好 妈妈呢 刚开始叫一句 走进去 结果后来找了一下 没有 这一早 就是九天 然后呢 除此之外 事实上呢 还有包括啊 这个啊 先去跟 不同两个单位的警察分局啊 报案啊 然后呢 后来去公园问你啊 说 去有没有事哪儿堪去 那去有没有事哪儿堪去 那去有没有事哪儿堪去 各位不要小看 为什么呢 事实上在新北的戏子 跟这个瑞芳交界这些山区啊 山区啊 错终复杂 那么 当地还有 没有事哪儿堪 跟没有事哪儿堪 你知道你就知道 结果没想到 九天后很不幸的 在三公里外呢 找到他母亲的尸体 可问题是 他为什么会不见 为什么他两分钟面就不见 为什么九天后 在三公里外 出现他的尸体 在那个地方 到现在还是一个名啊 那除此之外 我觉得另外这个悲剧呢 发生在中国 也是在清明节的时候所发生的 这个悲剧更是匪理所思 为什么呢 他们刚好在一个水库 水坝的旁边啊 去扫墓 那走着走着 一家人啊 那么整个家族啊 走走走 小朋友 一个小朋友 扫完墓了以后 手弄脏了 想去洗手 结果他太靠近的 这个水坝的这个旁边 洗手的时候 死了过人当 滑倒着滑下去 天啊 滑倒了以后 你绝对想象不到 为什么 为了救这个小孩 对不对 所以呢 他是一个国小的学生 所以呢 国中的两个孩子 冲下去要去救这个弟弟啊 下去了 赶快滑下去了 紧急大人也下去 总共后来出动 大概有120多个人 救难单位去找他们 七个大人跟小孩 全部都溺斃 你绝对想象不到 为了扫一个墓 然后一个小朋友 掉下去了以后 竟然最后演变成是一个 全家七个人 就集体溺斃的 这个事件 除了回头共煞 你要坐革解释哪儿 对 顺便叉清清老师告诉我们 到底什么叫回头共煞 那要怎么样小心呢 整个家族 每一个人生肖都不一样 对 所以扫墓的时间 大部分很多人不看 所以常常扫墓的人 是已经被煞到 回来才出事 才知道 为什么要去带掉了 所以我们就说 比较信哪一个庙的护身服 带一下 你可以带个榕树叶 或者是脈臭 就是说你要有习惯 是 因为万一有几道坟墓 你也不知道 你有没有被煞 因为你们有看日子嘛 所以最好带一些附身虎 一些避邪的东西 我们以前救国团去那个小琉球 晚上要夜叫 然后大家都说 松树叶可以避邪嘛 结果一阵风过去之后 附近的老人家说 你那手中都说万一粮就行了 那么多 万一两个就好了 不要太多了 对对对对 不要把它整只的 那今年谁要特别注意 因为我们我刚才讲的 就是说陈虚籽味四库 就是说属牛 属龙 属羊 那这些属狗 你稍微看一下 就是当天要扫墓 是不是刚好你那个时辰 跟那个日子刚好差到你 稍微看一下 那供煞好像有轻有纵 供煞其实这只是日子的供煞 有下葬的供煞 下葬的供煞 假设我墓碑坐这么高 我呢这墓碑假设说三尺 我要在这个距离呢 要有三尺才放棺木 才放棺木下去 如果你往前放 那就是回头供煞 地上 就是说你的墓碑 有的因为我们看过很多经验 有的人墓很小 明明那个墓很小 他墓碑就要做得大一点 那都后来出事才知道 那个墓碑不可以 墓碑假设我是这么高 我压下来 我如果打到棺木 就是回头供煞 然后还有更大的供煞 就是刚好你的风水地呢 是老虎穴 我在当时我去了浙江 帮我这个继父的妈妈 就是那个阿嬷 那九十几岁了 就到山上去帮她找一个位置 那旁边刚好有一个出殡的 那个送上部队过来 那我看她这样的位置刚好在湖口 就是湖口位置 那我就看看日子说 这个刚好这个时辰是生子城 就是刚才其中一组 那惨了 那一定会有供煞在里面 而且还在虎穴 结果呢我就看着她这个部队呢 就开始要下葬 棺木放下去 上面有一个照相的是那个女婿 掉到棺木下死掉 就咔嚓一个照相 然后棺木已经放上去 然后人就掉下去 然后后来就又把棺木拔起来 把那个人也抬起来 又送回去 就没有下葬了 所以那个是在地理上 有的时候就是说 如果你比如说这个穴是老虎穴 老虎穴我要祭煞 祭煞要先丢猪肉 先 你不丢猪肉 他就开始要回头供煞 换他杀人 对 或者以前有一种 就是像海山煤矿一出事 他的那个祖坟啊 就是那个麦是灌顶麦 就是麦下来很急 这个时候你也要 预防他会回头供煞 所以通常会先做一门假的坟墓 让他撞 然后在前面再做你坟墓 所以这种是在地理上 如果下葬这种线 你就要小心 因为他的回头供煞 会比一般的石层还要重 好 所以其实不管你姓什么 如果说清明扫墓的时候 我们都是祭祖 都是一个心意 带一小片榕树叶在身上 那给自己安个心 那另一方面 如果您今年是生肖属什么 今年属龙羊狗牛 就稍微要注意一下就是了 那我们来看看 其实有人会觉得说 我这一生算平平顺顺的 那对于这个坟墓这档子事 没那么在意 其实也没有挂碍 但是有钱人就不一样了 家大业大住野的金枝 据说有一些有钱人 反而办丧事的时候特别的低调 选在三斤班 也连墓碑都找不到 是怎么回事 对 台湾的有钱人 用业障的方式是有三个 第一个是五火师 那五火师因为是藏在阳明山下 那时候那块地也是不能建立这个坟墓的 所以就晚上去弄 然后让人家不知道 第二个是蔡万林 蔡万林那是找好时辰的 第三个是南部有一个沙茶匠的大王 他也是利用晚上的一个时辰做业障 一般来讲做业障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就是说 他们选那个时辰是一个大时 煮时 我们过十一点到一点 晚上就煮时 煮丘营帽 煮丘营 这些都大时 利用那个大时 刚刚新的记忆开始而已 第一就是找没时 找没时 可能是什么 找没时 不然就总要晚上去 不要礼杯 总要用架山的方式 我们找有时 正正事事 这样做一个梦 所以说这个沙茶匠大王 他一世人很近乎 他就有一天在想说 以前我们潮州汕楼的那边 我们的阿嬷 我们的老父 都炒了沙茶匠 沙茶匠做灰钩 这个沙茶匠 如果这样沾一点 比如说在洋葱面里面 是不是会提味起来 他就想想想想想 基本上他也没有经验 这样研究 研究研究 他去研究 沙茶匠出来 他的生理就很好 很多人来吃米饭吃 才会说 你沙茶匠包可以买我吗 有通 他就想想想 去研究人家不用买 不然我就多少来买 买宿舍楼 去洗下来 三个 就这样 拜人礼拜 站住 列车去台南市 摸摸摸摸摸摸摸 刚才沙茶匠 你怎么在开十沙茶匠 不然就炸买一下 一包 那时候一包两瓶 让你一瓶 你贪一瓶 就炸了 然后就用一个爪膀 一双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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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個味道有夠香 所以他就要一直賺 他跟2000公司一年一年做15億 一年做15億 那個東西你就知道最不一樣對半賺的 一年沒多少 一年親親 拆拆拆拆 七八億 但是他一頓一頓 更為人勤儉 你看看 還有欠的 八十三歲了 他也想說 我如果死的時候 可以地印就我會怕孫 我們中國人都這樣 那天就有人問一個爸爸媽媽 他說如果你們的兒子有感情 你要怎麼處理 他說我整個不慘 我們整個所有的財產要把他養好 那你自己中間要怎麼 他說 吃那麼老子就帶了四萬 那是無採錢的 這就是我們中國人的老婆 父親耶 但是要死後再利用 最後要這樣記憶不怕孫 民國九十三年 他就去那兩者 在館廟中有一堆風水堆有夠讚 多少買到五十九 總買了 總之他就花一億 花一億 因為那個地方 左青龍 右白虎 頭上都有刷 後面有口 頭上都有 那個味道很好 你也可以做第二生法 減到六間 他就想說 只要減水而已 開一葉 花一個蚵 那個蚵 當青的時候二十米 花蚵有多少 新鮮 他就開始這樣下去 有山有水了 他就種 他們沒有水就種在那裡 給他減掉 給他減掉 給他犯 犯了五六萬塊 所以他自己要種 一間都開下去 怎麼有差五六萬 不是 可能是民主問題 再來想說 他要種的時候 都怕人減掉 所以晚上出山 那個草地的地方 晚上出山 三四台黑頭車 都沒有輕輕鬆鬆鬆 前面一支那個蚵 那個蚵子 這樣走在走 有時候那草地人咀下去 這樣嚇一跳 就說 為什麼要去咀下去 這咀下去是人啊 跪了 這樣喔 嚇到 大家想說 怎麼那麼低調 其實最主要 第一 第一搜到上面 第二 沒出那個茂牌 但是他跟他母親那兩個茂子 頭前都做一個複城河 那個複城河三米婉 反正他就位那個水 得到水 送得到漂亮 那娘看起來 它是真好的 真好的這個風水隊 所以草地人就是這樣 我這四人要草地人 我們台語說草地不去三台 第一代給金 Perez 第二代 trigon Christina 第三代回來看產品 第一代限斷內to 第二代開鏡頭 第三代沒怕等暮 我希望我們能夠過三代 第二代 大家對我說 第三代 大家不要這樣把他們帶的 要怎麼樣 粉絲 用粉絲來延續 沒有家族的病恩 可以讓她可能過三代 真的欸 這就是父母心 但是要看風水原來就是說 當然天然的是最好的 人造的也不錯是不是 人造的算是 現在最新流行叫做 愚公宜山 我們人造的叫做沙茶公造河 自己窩一個水 也是一個風水就對了 現在大家最關心 就是要選總統的人 他的風水做了嗎 對 但我要講的是 賴清德能夠當到行政院長 目前當行政院長來講 我認為他已經很崩潰 如果當時沒有蔡英文提拔他的話 他根本沒那個格當他的行政院長 所以其實我反過來講說 賴清德能夠煮的風水 當然是好 他本身後面 沒什麼後面 一個金針露面 就是他後面跟老婆 沒什麼後面 一個跟他倒在那裡 倒立穴金針露面 那上面一個土星 土來生金 所以這個是一個富貴的一個墓穴 但是呢 因為他一直在光盟 所以左右兩邊 像這個鏡頭看到 他左右兩邊雜草太亂 雜草太亂 所以他本身那個農賣來講 他算做得到 但是沒幾個農賣做得到 就是他旁邊後面 他的墓穴後面 有人蓋了一些墓穴 這個墓穴的墓穴都切他們家的 他們老婆的墓穴來 那我認為說 如果蔡英文 蔡英文家的祖墳就不錯 但也有缺點 但蔡英文他們家的祖墳 當然是農賣來講 來講他整個磅沒磅下來 他本身農賣是從左邊 青龍方磅沒磅起來 前面還有一個金針 他一個水口 那遠跳 遠跳 所謂的新電溪 整個河流 兩個來講都非常好 但是蔡英文家的祖墳 有個缺點是 他的毛子會腳 他的白好平 算一個坡坎 所以蔡英文 他當總統之後 他下面的人士會管不好 跟祖墳就有關係 所以我認為說 如果蔡英文搭配賴清德 其實在民進黨裡面 算是最強的 那有講到說 最近不是王建平不是出來 也要選總統嗎 但王建平其實已經過運了 當時在民國九十幾年的時候 王建平本來有運的時候 他有機會當更高 當行政人 甚至當副總統的運 但是呢 好是不是 他們家的祖墳一天大張手 蔡英文搭下來之後 蔡英文在他們祖墳門口的蔡英文搭下來 蔡英文搭下來之後 王建平的那樣 整個都放下去 跟祖墳有關係 不過如果說以 王建平 蔡英文跟賴清德家的祖墳來看 其實王建平家的祖墳是最好的 他順著火龍各種 他們家的祖墳是由玉山山脈 火龍各種放在後邊 從右手邊 湖邊 過堂 過堂他本身裡面 他的頭前面都很漂亮 所以整個算是不錯 但是問題 而且他最近是不是有修散啊 對 所以修散當然民間傳了 做什麼修散 說頭前要擺一堆酒塞 擺一堆酒塞 還要用一個棉花形狀 用棉子去塗一個棉花形狀 在裡面扣過來的酒塞 意思是說 這是國民黨的黨徽 但是這樣能夠當總統 當然是不行 但是有沒有加分 有加分 所以你不能說 頭前放人才酒塞 說這是總統名 沒問題就大家 大家的我們家也可以放酒塞 那你有看到韓國人家的夢嗎 韓國人家還沒看 還沒 其他都看韓國人家還沒看 你下次剛才要跟我們說一下 好不好 一定會說到 韓國人家的夢都是這樣 可是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掃墓的時候要小心 是 剛剛講到那個共煞 這整件事情是一種 因果報應的共煞是怎麼回事 台灣真的發生了這樣的 驚悚的社會案件 發生在西元2000年 當時有一個銀行的行員 他姓富 這位年輕人 他和這位許姓的村長兩車相撞 結果後來他不幸在車禍當中喪生 但是當時這位村長許姓村長他有喝酒 然後他闖了禍之後他又肇事逃逸 所以他犯下了兩個不可原諒的事情 第一個他酒後駕車 第二個他肇事逃逸 所以就我們把社會新聞的觀點 如果今天我是死者的話 我在這場車禍裡頭 我的怨我的靈在現場 一定徘徊不去 誰撞我的我不知道 兇手是誰我沒找到 那對方向他求償才207萬 大家聽聽看 但這個村長就是不賠 而且村長他名下有財產 他很聰明 他在車禍之後 短短三個月之內 他就立刻把他的房子過戶給 他還過戶給他的前妻 不是就是說 他已經是前任的妻子了 我不曉得會不會是 也許因為這個事情 搞不好是現任妻子趕快離婚 不知道 因為後面發生的事情 你會發現已經不可考了 他把房子過戶給他的前妻 擺明就是要脫產 那他找誰呢 他找一個代書 然後給這個前妻辦理過戶 好 那後來呢 他又把這個房子 拿去抵押給這個 他的岳母 那一個是前妻 那個就是一個前岳母嘛 也借了100萬 好觀眾朋友聽到這邊 找一個代書幫忙他脫產 這個房子呢 過戶給前妻 這個房子也抵押給前岳母 借100萬 好聰明的脫產方式啊 為什麼呢 這個是屋主了 這變第一債務人了 以後誰要跟我要錢 抱歉我就是沒錢 結果 10年後 這個官司打了這麼久 打到10年後 他的律師 就是要把他這個正義找回來 跟他講 你就是要給這207萬 可是他就是說他沒錢啊 好他就去查 他就查到原來他做了這些事情 所以他第一個他要先找誰 他要先找這個前妻 因為他是屋主 一去發現前妻已經死了 而且就是在他把房子過屋給他 沒有多久 93年的9月 47歲這麼年輕 就死了 你才碰到這個房子 你就死了 當然啊 這可能是巧合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他的他們家屬的這個律師 心中雖然覺得有點毛毛的 但覺得這可能只是巧合 那還有一個人可以問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前妻母 對不對 結果去找前妻母 醋鼻桃鼻公 這個前妻母也已經沒有多久 女兒走了之後 幾個月就也跟著走了 而且也很年輕 67歲 好啦 兩根房子有關的 全部都走了 那沒關係 還有一個人可以釐清 就是當時辦理這件事情的代書 結果銀行 附信行員的這個家屬呢 委託的律師 再去找代信代書 結果代信代書 竟然也是因為 在碰了這個房子之後 沒有多久就肝病猝死 那時候也很年輕 才65歲 我最後想講一段 你聽到這邊 已經覺得不可思議 三個人都有碰過這個房子 就都走了 而且你這輩子不還 你到下輩子會要還更多 對 結果因為這樣 207萬 為什麼要為了這樣 對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 可是有時候你一念之善 會得到什麼樣的回報呢 這也是蠻有意思的 齊悅 因為最近快到清明前 所以很多人都會去掃墓 那我記得我小時候 住在高雄 那我們南部鄉下 大部分老人家 以前都是土葬 因為現在 土葬機會少了 但是呢 就是我們的鄰居 有一次 他那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就是他們 因為他們家的墓 是在山區比較遠 他是以前那種 就是公墓 是土葬的公墓 他去 他就一樣的 把所有東西準備好之後 就是他們家裡面的祖先去掃祖墓 那當然那種土葬的墓 有些時候會雜草重生 然後環境會比較不好一點 所以他們就是 還要去割草 然後去澆水 整理環境 通常來講 一個草木下來 都做一整天 會非常辛苦 他就是在掃到掃 掃到過程中 結果把他們自己家裡面的祖墓 都掃好之後 他發現他們家的隔壁 也是一個就是人家的祖墓 可是呢 好像子孫照料的比較不好 開始把草割一割 然後把水澆一澆 把東西擺一擺 然後把他整體環境整理好一點 他也覺得就是 也沒有什麼太在意 然後整個掃完之後就回家 說真的 像這樣的掃墓真的很辛苦 他一回去之後呢 他說他一回去呢 就吃個晚飯就很累 就倒頭就睡了 就睡睡睡 睡到半夜的時候他覺得很奇怪 說奇怪 夢到一個 從來沒有見過面的一個老先生 然後就是跑他家 然後跟他說 年輕人的謝謝你 然後講沒兩句話之後 這老先生不見了 他早上起來之後他也不在意 他也覺得好像奇怪一個好奇怪的夢 他也沒有特別留意 然後就騎著摩托車了 就正常一上班 那他本身是做貿易公司的業務工作 結果他一進辦公室然後開始打開電腦 然後聯絡客戶的時候 他們老闆突然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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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他 怎麼有 快點快點快點 你趕快跟那個客戶聯絡 那個客戶說 那訂單給我們做 他說哪個客戶 就是那個某某客戶 他說那個客戶 那不是上禮拜已經給我們回絕掉了嗎 那個客戶他追蹤很久 他中間他已經不斷聯繫 報價修改 可是呢最後客戶居然告訴他說 對不起你這個訂單我們決定要交給別家做 不要跟這家沒有辦法跟你們合作 他說這個案子應該已經是胎死腹中了吧 結果他說他昨天晚上老闆接到那個客戶來電 說呢還是決定給你們做 那請你趕快呢重新趕快跟他聯繫 他後續該怎麼弄 結果他接到他老婆打電話來公司 他說總機打電話說老婆打電話公司 他嚇一跳一跳 因為他老婆很少打電話公司 他說說是不是家裡出事了還是怎麼樣 結果他一接電話 他媽媽說他去逛那個大賣場 結果逛大賣場的時候 買東西的發票 有那個什麼 滿額抽獎禮 結果他媽媽說 抽到最大小 搖滓一台 他媽媽笑得很不容易 一直跟他說我抽到 我抽到搖滓 然後他就 他就說怎麼今天這麼的特別 他的case找回來 然後他老婆居然呢 大賣場會抽到摩托車 他想說要回家 可能要想說回家去慶祝一下 就回到他家之後呢 不得了了 他媽媽擺了滿汗全席 整個桌滿滿都是菜 結果他問我 你媽媽 你為什麼今天過年 為什麼整桌都菜 他媽媽說千六盒菜說對 我不要再說了 你還說下去 很多人的夢會被戴手 然後就是他媽媽的那個什麼 六盒菜也種 然後種了之後他們覺得 全家很開心 隔天他們說那不行一定要去拜拜 想說可能生命有保佑 平常他們家就有在就是拜神的習慣 他就是他們常常去拜一個宮廟 就去拜的時候 結果他們東西帶來之後 結果一進去開始拜的時候 那個廟宮突然看到那個大賣就說 欸 大賣 你跟土地公有縣嗎 他說 你在說什麼 你土地公有在照顧嗎 他說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他說 最近有發生什麼事嗎 他就跟那個廟宮說呢 這些 他發生這些事情 他說 喔 難怪 那個土地公給你洗豆沙 所以說 你這裡 你要準備準備東西 去跟土地公拜拜 來給你洗豆沙 是 這個土地公的回報很利 很利嘛 就發生了齁 來看一下瑞德 你跑新聞的時候也發生過這種回頭攻煞的案例 對 沒錯 那麼事實上呢 有些案件 一直到抓到兇手了以後 還是沒辦法解釋為什麼呢 煞氣還沒解 對 沒錯 如果2010年的12月31號的晚上8點 也就是在跨年夜的時候 正當大家都準備到101去看放煙火的時候呢 就在離101不遠的松山三明路那邊 有一個金金銀樓突然間發生火警 那發生火警 一開始以為是這個電線走火 所以呢 人家報119以後就來 經過大概30幾分鐘把火警撲滅了以後 哇 糟了 為什麼呢 老闆娘跟他的兒子李姓老闆娘呢 跟他的中姓兒子呢 就倒在這個營樓裡面 然後經過解剖以後發現 整個爐內被人家用狼頭啊 重擊他們的頭部 應該是先打媽媽了以後 再打這個兒子了 把兩個人打死了以後呢 那麼緊急而來洗劫 跑管箱裡面的金釋帶走了以後 再放一把火想要這個毀式滅機 然後製造成這個所謂的電線走火等等 然後去調閱監視器的發現 歹徒從現場戴了一頂安全帽走 所以呢 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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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追到後來追到歹徒 把這個安全帽丟掉的地方 找到那頂安全帽採證等等啊 包括DNA指紋等等啊 最後在頭七那一天破案 抓到一個林姓的離職保全員啊 那這個人呢 他個性非常的偏執 為什麼呢 你問他什麼幹什麼 他都不講 應付你呢 不太講 但講到孩子的時候 哇 盤侃而談講一大堆這樣 但是你又問他案情啊 黃金的下落他又不講 然後就這樣子 那麼就跟他必須要過招 好 所以林姓男子呢 就押回這個看守所去說押禁見 然後呢 警方不斷地把他給借題出來 甚至於撤謊都證實是他幹的 那麼他說謊 可是他就不肯講哪裡啊 他每次跟你講一些 跟你委身 委水域 你為什麼就跟你講 那他用一個那個鐵盒子 跟你裝的黃金 問題不可能啊 第一 鐵盒子裝不下 這麼多的八公斤的黃金 第二 他說用鐵盒子裝以後 放在馬桶的水箱 馬桶的水箱根本放不進去 然後就是在等於說 不讓人家知道你的黃金 掉到哪裡去嘛 所以呢 只能用這種方式 那他因為在那個時候 幾乎笃定會被判死刑 因為下手啊 又殺人 又強盜 然後又縱火啊 那罪行非常的重大 就不斷地這樣借題 不斷借題 他跟另外一個重刑犯 那個關在一起的時候呢 他也都不講話 他也不跟對方講話 那麼就在警方想盡辦法 要套出他 到他從頭到尾都否認殺人 他承認去過 承認禁止他知道哪裡 但是他否認殺人 就這樣子 不斷地這樣來回來回 以後 警方被一件事情 給嚇了一大跳 為什麼 這個案子到今天都不算破 為什麼呢 突然間台北看守所 所發生面臨到一個 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一個 自殺事件在看守所裡面 那一天早上6點25分左右 他醒來 然後呢那個隔壁的那個 這個老友呢 稍微看了一下 就看了一眼不理他 因為平常就沒什麼互動 醒來了以後呢 29分大概4分鐘後 這個靈性嫌犯進到這個 我們都知道 關起來以後 會有個小的那個馬桶嘛對不對 然後會有一個那個白色的柱灶 水都放在裡面 平常不是像我們想像中 水龍頭都打開的 你知道他發生什麼事嗎 幾個人 兩隻手放在那個白色塑膠 大水桶的水缸的上面 然後突然間 人就擺姿勢 這個姿勢 把頭砰 放進去那個水 那個水 七分滿而已啊 他就要弄進去 七十秒 你頭要塞進去也不簡單耶 不簡單啊 而且跟你講那個 那個等於說 他是求死的意志 求死的意念很強 你知道嗎 他就是要死 他按住你要知道喔 人在最後一口氣 我看過八百多句 各樣的這個大體跟遺體啊 人在最後一口氣 連上吊的人 死一間覺得 他最後都一定會這樣 為什麼呢 因為他想把這個弄掉 所以他都這樣 他就好像跟我們打招呼一樣 他按住了以後 就整個頭弄進去 你知道他堵住 我要吸那口氣 那是人的本能 對 那是本能的本能 就好像跳樓的人 要下來 一定會做一個那個動作一樣 因為看到人會下嘛 那是本能嘛 他竟然就這樣壓進去 七十秒鐘 等到發現不對的時候 七十秒鐘的時候 趕快過去拉他的時候 拉出來倒地 偷了幾下 口吐白沫 趕快叫啊 趕快進來啊 把他送印還是死掉 所以到後來 這件案子到底是怎麼回事 到底有沒有其他的共犯 到底八公斤的金屍到哪裡去了 那麼到底他為什麼 一定非用這樣的方式 自殺沒有 那他為什麼能用這樣的方式 就死掉 連台北看守所人 都覺得匪夷所思 雖然在看守所跟監獄裡面 預告很多種各式各樣 有吞電地的啦 有什麼啦 什麼六個數個花樣一大堆 但是從來沒有看到 竟然用這樣的司法 來結束自己生命的 這個死刑犯的被告 所以你到目前為止 對這個案子 非常的記憶 沒有錯 確實人在臨死的 那個最後一口氣 你總會掙扎 他居然沒有掙扎 很不可思議 好 接下來江老師 還是要提醒你 雖然有一些富貴人家 是可以有花很多的錢 在打造這個自己的這個祖墳 但是有說做過頭 不見得是好事 對 台灣有三大 人造局的 林祖教的金門斷家的風水 第一問郭台銘 郭台銘家的祖墳是放在 三峽的白祭山 用奇門駐腳 用人造局把它做水陸 那第二門當然就是 在下我做的 那個國際企業 也應該有大概也是100億的 那我現在講的是 第三大企業 星光集團 因為那個時候也是 大概92年 我出外景的時候 去看他家祖墳風水 星光集團 祖墳在陽明山的三峽 大概是我看過 全台灣都那麼多的父母 我看過 最漂亮的 最大門最漂亮的金門斷家 做的 但他做得很漂亮 你去之後 一大大小小五歲的四個子 他家的父母 你說他沒有什麼 像公園 公園做得很漂亮 他有小球流水 還有兩釘子 還有休閒座 毛子做得很漂亮 但是呢 這第三個風水出了一個大問題 在台灣民間的習修裡面 一個架湯 架塞 架藍 架白 就是豬貓猫猫四破桃花 豬貓猫四破桃花 這種茶 比如你們那個風水 你不可以架架 你不可以架架 你不可以架架藍 你不可以架架白 這叫頭髮 結果他這個洪水本身夾後 非常好的一個風水 但是呢 有什麼星光集團 包括吳家 第二代 換桃花 外遇偷吃 第三代也是 外遇甚至離婚 感情都出問題 那這個問題是在於哪裡 在於就是說 五火師的墓 本身他做假山 他的旁邊 他的旁邊 夾毛衣 毛就是 冬頭髮水 為什麼星光集團 集中一個禮物 做過禮物的 換頭髮 外的媒體有報導出來 就是他沒有 做一個奇門正假 因為他墓的前方 做一個很漂亮的水池 當然 誰都在做一個水池 是對的 所以他從他墓的旁邊 弄一個山水 從山河水 從山河水 他們在那裡 他們的毛衣 他們的毛衣 過重 過重 結果他沒想到說 旁邊那條水 叫做桃花水 所以星光集團 每一代 每一代 一定都換桃花 不管是第二代 第三代 加上第四代 都會換桃花 跟他家那個祖墳就有關係 我看很多有錢 桃花都超多的 應該是錢的問題 沒有 不一定 比較大一點對不對 有時候桃花換多 我舉個例子 像我的客人 他們家都反抗 我舉個例子 我就看原來是怎樣 他們家的毛衣 旁邊 他就覺得好勝 去製造一場芭蠟 芭蠟會開花結束 所以 他們家的小孩子 每個都是 外遇 偷之外面又死掉 所以 多子多生 所以不能這樣下去 但是我要講的是 全台灣有錢人 全台灣有錢人 都是土葬的 所以 最近不是柯文哲要選總統嗎 但柯文哲選總統 到底能不能選得上 我覺得比較拼 為什麼 柯文哲的阿公 是放那股塔 江老師 我馬英九總統也做備當 你看爸爸的目標 對 我現在講 馬英九當第一任總統 他爸爸還沒放在複德公墓 他做東東 他爸爸放在複德公墓之後 馬英九就擺去 阿扁做第一任總統的時候 他們阿公的風水好 平地龍 八塊龍 阿公的風水好 還是第二任的時候 他們老婆死去 他們老婆死去 也是放在台南的股塔 所以阿扁也倒了 這起慘案發生在印尼東陸沙登加拉省 七歲小男孩塔克被足目發現 躺在地上身亡 塔克胸口有大片灼傷痕跡 雙手甚至還一度維持抱著手機的姿勢 父母表示當天下午五點 還看到塔克在使用手機 六點回家看到塔克躺在地板上 原本以為是在睡覺 沒想到竟然早就失去生命迹象 警方查驗發現 塔克應該是在幫手機充電時 不慎慘遭電流外泄 而塔克從前抱著的各具比對 有可能是三星的J72015年版 但更確切的死因還有待調查 類似事件可不止一起 這名女子上班時讓手機充電 沒想到突然發生爆炸 當場碎片四散 而這名男子把行動電源放在上衣口袋 當在充電時引發爆炸 只能說手機在充電時千萬要注意安全 粉色洋裝女子張開雙臂 站在岸邊拍照 沒想到下一秒 一個大浪冷不防打過來 女子整個人當場被捲入口中 鏡頭也瞬間天旋逆轉 身體正式充滿尖叫聲 這驚悚一幕發生在印尼蘭夢島 幸好女子後來被安全救上岸 但肩膀和手臂都可見擦傷頭肌 模樣狼狽飽受驚嚇坐在椅子上 一旁有人幫他清洗傷口 根據當地媒體報導 這裡經常出現巨浪 平均有四公尺高 許多船隻根本不敢靠近 但卻有大批遊客 不過一切追浪現象横生 還有2014年一群浮潛遊客 也被大浪衝走密閉 這回所幸女子命大 否則網美當不成 便網美差點就亮澄非聚 從空中俯瞰一大片房屋炮在水裡 橋樑也被水淹沒 居民帶著寵物家蕩緊急撤離家園 美國炸彈氣旋發威 中西部地區連日受到好雨侵襲 加上氣溫回溫 積水快速溶化 許多地區出現嚴重積水 內部拉斯加州17個地區 水位破紀錄 普拉特河的部分河段 甚至打破了半世紀以來 最高的水位紀錄 全球氣候異常 部分非洲國家也泡在水裡 陸數招牌通通倒塌 印度洋強烈熱帶氣旋伊達 日前侵襲非洲莫三比克 港口城市貝拉首當其衝 幾乎九成被摧毀 電力通訊和交通全部中斷 讓貝拉幾乎成為孤島 另外在亞洲印尼 巴布亞省也出現暴雨 引發土石流造成嚴重的死傷 巴布亞省政府宣布 兩星期的緊急狀態 希望中央能幫忙重建 然而面對大自然的反撲 人類往往力量微小 好 今天驚爆100秒 先來看看 這個壞事真的不能做 因為人在做天在看 對 沒錯 而且要非常小心 自己身邊的財務 在印度 正在等火車 結果沒想到各位注意一下 就在這個時候 突然間 一個男子訓練不及用 偷了以後 偷了他的手機 然後跳過了這個鐵軌 而對面的這個火車 剛好來 被害人就這樣過去 現場所有的人全部嚇死了 為什麼 因為被害人跳下去追了 說跌了一跤 你仔細看 你這個角度 火車剛好過來 那他到底生死怎麼樣 等到這個火車過去以後 大家趕快跳下去 他受到了重傷 被火車給碾壓過去 後來大家趕快把他救起來了以後 那麼把他送醫院去重傷 不過也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偷走他手機的歹徒 最後還是被警方給抓住了 那麼另外除此之外 很多偷很多小偷 還是這個假車禍匪夷所思 一個男的突然間 走來走去在中間 你仔細看 你一定認為他是假車禍 因為他裝了一副 好虛弱好虛弱 他擋住你的車子 好像要倒下來 好像要製造說 你把我弄你把我弄 對不對 然後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我們怎麼處理 假車禍 所以我們就 車子打扣一下 不要理他等等 你以為是假車禍嗎 這邊這個引帶告訴你 不是那麼單純的 為什麼呢 只是有計畫的犯罪行為 那麼一般人 你不是閃過 就是會做一個動作 下車跟他理論把他推開 你到底在搞什麼鬼啊 然後你看 車主下車了 下車了以後 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要非常小心 當你車主要把他 給帶離開的時候 各位 當車主把他帶離開的時候 一個男的衝進來了 幹什麼 你的車門是打開的 你的車子的鑰匙是在的 趁這個時候 就把這輛車開走了 然後那個男的 趕快 男的跑了 這時候你怎麼辦 你怎麼追啊 但是你很可能就追不到了 所以下次再遇到這種 類似假車禍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 不是就下車跟他理論而已 你要非常小心 從這個案例可以證明 那除此之外 這是現實報 為什麼呢 一個騎摩托車的小偷 在加油站 看人家正在加油 我偷偷摸摸地把你的車門打開 把皮包裡面的錢 偷偷拿走以後 沒人知道 然後趕快趕快 摩托車弄著 車主要他有沒有人知道 結果沒想到呢 為什麼他會驚慌 裡面的一個工作人員 男性的出來喊小偷 結果他一擊 就直接往牆壁上撞下去了 最後的結果就是 他人撞受傷了 然後這個男的趕快跟 車主車主 你趕快去那邊 小偷在哪裡 然後這個女的也滿好心的 因為去了以後 不是先拿自己的皮包 是先看一下 小偷還怎麼樣 有沒有怎麼樣 有沒有死掉啊 然後看了以後 再把自己的皮包給拿出來 這就是小偷的現行犯 好接下來這集的畫面 你會很驚訝 我的天啊 怎麼搭地鐵狀況這麼多 現行犯就把他逮捕就好了 我們來看看 地鐵裡頭竟然出現了 真的能夠用 調環逮捕乘客的方法嗎 大家誤解了啦 其實這個乘客 他是要 他把他的手放進那個 拉的調環裡頭 就卡住了 但是他有沒有發現 一件事他為什麼那麼害怕 那麼緊張 因為他到站了啦 你看門打開了 這站就是我要下車的站 怎麼辦 我怎麼爛拉不開來 結果還要拚命的拉 旁邊有人在拍 拍也不幫助他 旁邊的人開了 也不想幫助他 因為誰曉得 他到底這個到什麼狀況 結果呢 他後來就這樣一直撐撐到 過站了 他都還是沒有辦法拔掉 那怎麼辦呢 好 拔掉了拔掉了 恭喜啊 恭喜啊 門關了 菲敏 跟你講吧 真的是可憐 沒關係啦 地鐵很快的 好可憐喔 但是呢 你看到地鐵 你會想到說地鐵其實裡頭 一個人自己這樣子的話 是算他倒楣 但這怎麼回事 被人家打就更倒楣了吧 到底為什麼剛剛坐在那兒的人 會被跟穿灰衣服的人 一拳這樣打下去 然後後來那個當然 穿藍衣服的人 也不甘心若也起來反擊 兩個人其實從頭到尾 就只會一件事 就是藍色衣服的 剛剛坐的那個位子 灰衣服覺得那個位子 應該是他的 兩個這樣打來打去 旁邊上海地鐵的其他乘客 全部都不敢看他們 怕要掃到台風味 哇 我的天啊 再來看一下 這個有一些愛情小說都寫著 哇 我們去海邊要去踏浪 我踏浪而來 聽起來很浪漫 但是有些浪啊 真的是有多遠就要躲多遠 對 我們常常講說水火無情 以前我們世人 爸爸媽媽都說 騎仔兵 海兵不要去 我們來看 這是一個澳洲的一個衝浪青年 他到葡萄牙去衝浪 衝浪這是一個非常刺激的一個運動 而且他的技術也很好 不過後面的一個浪過來 整個浪就把他淹沒掉了 還好他落水的時候 旁邊的救生員 馬上騎了一個水上摩托車 馬上來救他 當然一直算好高運 那不然如果沒有旁邊的一個水上摩托車 趕快過來的話 那千軍一法 可能那個小命就不保了 所以這叔叔有練過 而且像這樣的一個衝浪 外國人很喜歡衝浪 外國人很喜歡去海邊打鹹魚 這樣衝浪覺得很幸福 但是坦白說 我們中國人 我們家人比較沒有那個技術 有啦 現在越來越多人衝浪 現在越來越有了 國際的那個 我們國際當時 女兒子也在衝浪 現在都成立一個衝浪隊 但是這種坦白說話也是危險動作 一般你如果沒有說 儘管的技術 坦白說話不要 尤其這是蕭高龍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就是拍照 在巴黎島 喔 風光明媚 哇 去把我兩隻群撞開 受夠送 後面一個龍來 啊 這是什麼 大家想說 這我看沒救了 那種叫 扛下去自己 無視也無視 結果不然就扛起來 扛起來 你看整個屁股痛 那整個屁股好像 那種名文好耶 那蕭高龍 你看我們台灣 那種 那種在風台天的時候 去那種釣魚啊 那種下去 都沒回來 那種 這真的是去找到 另外喔 他們那外國人就是 要跟大自然搏鬥 搏鬥啦 這一個米國人 要去那海灘 他就看那海龍在那海灘 走來走去 去玩那個時間差 他要把他變化上 走快 他就想走過去 走過去 哇 齁齁 叫一個嚇死 要去想的齁 整個想法都掉下去 所以這五湯齁 五湯齁 要跟大自然搏鬥 人齁 總是要欠比 我們來看有些人這個喜歡冒險 是天性啊 居然連好好平平安舉辦的婚禮 也不行 也要當成極限運動來辦 所以這真的是 史上最要命的婚禮啊 如何要命 我們來看一下 哇 一群人 那個新娘走得紅毯 怎麼看起來感覺 像是個網子啊 當然啦 因為下面是一百多公尺深的 大峽谷啊 所有的這個best man 新娘 新郎 還有這個伴郎 伴娘 全部呢 他們要到那個網子去結婚 撒花怎麼撒 撒花呢 就是這個降落傘的高手 當作是花童在降落的那一瞬間撒花 大頭鳥 你看 給牠小魚 太小了 我不要吃 姐 拿開 叫你拿開 你都不拿開 我不要嘛 你看 我幫牠OS 因為牠真的是跟人很像 牠後來還把眼睛閉起來了 我不要就是不要 然後把頭撇到一邊去 姐心想 那我換條大的可以嗎 還是不要 不夠大 因為不夠大 慧銘就不夠大 比剛剛那個大一點 好 那再更大一點的可以嗎 一口直接咬掉 有媽媽疼的小孩 你看看貓熊媽媽 真的 貓熊媽媽抱著那個小貓熊 對不對 母親享約了 母親多好啊 但是你錯了 這只是個假象 因為呢 當保育員拿了一個蘋果給牠的時候 那個媽媽 還不是立刻把小貓熊 直接 躺在那裡露餅 因為蘋果比你重要 真的啦 當然啦 比較實在啦 沒有啦 其實慧銘 母親母性是真的很偉大 但是你知道 那個貓熊 牠可能那時候很餓 我還不是因為抱你 抱到餓 快餓死了 他們很像球耶 我必須 一下就滾出去 有沒有 真的是滾的 我必須要多吃一點體力才能